掌握趋势 破风前行 开过未来新视野 听天下2023关键字 零先一步 做好关键准备 大家好 我是Chris那贤林 欢迎收听2023关键字 在2022是变动了一年 现在倒数不到两个月 我们要进入到2023年了 在过去的一年 不论是国际的震惊局势 全球的股市都相当的震荡 加上通膨的飙升 乌俄战争 中国经济的放缓 还有对于疫情之下 他们持续的采取清零政策 全球的局势其实让人稍显悲观 但悲观的还在后头 蓬勃经济研究的预测 明年可能会更加的糟糕 不想大家还记不记得 其实在去年2022关键字 在录制的时候 就是2021年的年底 我们切入的角度是真的要解封了吗 在疫情之下 我们还在那个疫情困惑当中 现在是真的解封了 不过当时的我们的来宾 吴英春董事长 天下杂志特别提醒了 黑天鹅会一直来 那要记得要用开放 沟通的精神 透明的态度 相信自己 也相信身边的伙伴 强调的是信任 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 那现在其实我们要特别来聊聊 2023这个关键的年份 我们要如何的来破风前行 一样要欢迎两位来宾 第一位就是刚刚有提到的 天下杂志的董事长 吴英春 谢谢您好 大家好 欢迎英春董事长 另外一位是天下杂志的研究主编 顾树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天下杂志的主编 顾树仁 好树仁主编您好 两位来宾我们就好好来聊聊 就是关于2023年的关键 不过刚刚有特别提到 您在2022关键字 特别有讲到了信任 还有讲到了黑天鹅 黑天鹅一直来 甚至呢群舞 我们真的有共舞 甚至共存了吗 谢谢 谢谢贤玲 把我去年讲了那么多事 都还记得 我自己都还蛮surprise but anyway 好 现在要来谈谈2023年 我觉得我身上本来有在想 是不是又早一点 但是好像还蛮有意思的 还真的是时候 为什么这样说呢 刚刚说了 边境开放了吗 台湾 OK 然后中共的二十大刚刚开完吗 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上个礼拜才非常非常用力的说 明年经济会很糟 很糟 OK 这都最近这两个礼拜发生的事情 甚至于 他还在IMF的两年一度的 一个重要的报告里面 非常严重的警告说 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 正面临严重恶化的风险 他那个严重恶化 他用了materially worsen 就是真的是很具体的 OK 也就是说金融风暴就要来了 OK 他还说 这会对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 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 好像一切都很明朗 听起来我都不用讲 2023年会很糟 至于怎么糟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花一点时间来说一说 但是在那个之前 我想先回应一下贤宁 刚刚要我回想去年说的一些事情 我在亚洲经济大遇测2022年 天下观验字里面 那个节目里面 我说了一些事情 哪些事情发生了 哪一些没有想到的黑天鹅又出现了 所以就是要我负责任的意思 OK 去年此时 我对于后疫情的总体的发展的想象 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记得我自己在节目一开场 我就是说经济正在转好 真的有感觉 然后2022年成长看好 结果 不会 结果现在看起来除了股市 台湾经济成长还真的没有表现太差 IMF上个礼拜的一个预测指出 2022年台湾人均GDP估计 从33000美元左右 会升到35500了之类的美元 这是19年以来 台湾人均GDP首次超过了韩国 甚至于超过了日本 变成亚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 韩国的人均GDP巨股 就是IMF的预估是33000左右 日本是34000左右 他们分别下降了4%跟12.6% 当然汇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中美对峙之下 引动的台商回流更是一个很大的利多 这个优势大家应该都不会 没有什么感觉吧 说我们的生活尽管被那个疫情所捆绑 但是在学会跟病毒相处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是越来越有经验了 虽然呢 最近还是有很多人检讨 政府对于疫情的管理是有问题的 但是比我们糟糕的国家跟地方 还真的是蛮多的 OK 所以呢 去年呢 我另外提出了一个 一个所谓的预测吧 就是因为疫病的原因 所以逼着全球跟台湾在工作跟交易上面的数位化的一个新的习惯会慢慢的养成 这个新的习惯就是要求我们大家在生活上 工作上 社交上 学会实体跟虚拟这种hybrid 所谓混成的一种运作的模式 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也还在逐渐成熟当中 至少在天下杂志我们这种小企业当中的办公室里面 我们越来越习惯有人染疫了 我们就线上开会 又或者是我们线上工作 线上学习 我们也开始在线上举办论坛 我们也开始提供更多的线上的产品跟服务 我相信很多企业事实上 甚至中小企业都开始慢慢适应这个hybrid 弹性的一个运作的模式了 那有没有我没想到是 有吧 非常多吧 在二月多就吓到大家了 就是刚刚贤林事前有提到说 我们真的没有想过那种事情叫战争 以前以为只会出现在历史课本 但现在就是现在进行事 对就是乌尔战争 乌尔战争事实上就是一个战争嘛 可是事实上我们没有真实体会到 就是它随之而来的能源危机 接着就是快速的通货膨胀等等 这些后果 当然另外一个台湾早晚需要面对 却在美中两大强国相争 突然升温的情况之下 台湾被带进一个新的安全危机 那就是新一波的台海危机 关于财款危机呢 事实上天下不断的有报道 对吧 树人 等一下天下的中国通 我们的研究主编 尔姑树人会跟大家讲讲 而且呢 刚刚出版的这一本 天下杂志 也针对二十大之后 怎么样在中国做生意这件事 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这些个眼前可见的危机呢 应该也就是20 明年2023年 我们应该要赶快来多一点了解 而且开始做准备 而且跟他 刚刚讲的 共处 这些新的天鹅共处的挑战嘛 当然一定还有更多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黑天鹅 这个我还此刻无法预测 那应该一定会出现 唯一能够预测就一定有黑天鹅出现 OK 好 黑天鹅不可预测 但是呢 有一种叫做灰犀牛 对 就是危机它在眼前了 我们不能忽略它 如果忽略它 可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刚刚营村董事长有特别提到了台海的危机 我想最近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习近平刚刚结束 那个20大后的政策跟人事变动 对于台湾的我们会有什么影响 那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其实在2022年 习近平有颁布了一个台湾问题 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的白皮书 这是习近平在任内呢 首次发布台湾政策的白皮书 那内文仍然是以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基本路线方针 可是呢相对照在新院2000年 他所提出的版本 看到了删除掉 不会派兵或行政人员驻台的字样 所以有什么是我们该警觉的 特别是在20大 他还提出了 不会放弃武统 书人主编 好 谢谢主持人 那我想这个问题是 大家都相当关心的 就是说20大之后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他到底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台湾问题 那台湾问题其实在前一阵子 台海危机的时候 就是中共军演的时候 这个问题非常热 不仅是在台湾非常热 包括全世界 尤其是美国都非常的关注 那他们关注的不只是眼前的危机 还关注说 在未来的10年 习近平或中共 他们到底会不会动手 来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动手可能包括一些非和平 动用武力的手段 或者其他 比较不是武力的手段 来逼台湾做上谈判座 所以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发生 就是未来10年 那特别有美国的军事将领 提出2027这个数字 所以大家都非常热烈的讨论 2027这个数字 我们现在在讲2023关键字 对 大家就在这个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 中共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动手 大家在辩论 那刚好我们这一期的 天下杂志最新的封面故事呢 就针对这个问题 就是中共到底 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在未来10年 动手解决台湾问题 来请教四位不同的专家 那这四位不同的专家 其实我们有经过设计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看法都不一样 不仅是在台湾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尤其是蓝银的绿银的 有不同的看法 然后在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辩论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鸽派的鹰派的 保守派自由派 都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们就特别挑了 美国跟台湾不同看法的代表性人物 我们来给他 丢给他们同样的问题 请他们来解析 那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说 他认不认为未来10年 习近平会动手 那第二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那二十大究竟中共会怎么样处理台湾问题 那我们台湾应该怎么回应 那当然大家看法都不同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真结点 大家会有不同的结论的那个关键点 就是习近平他到底怎么样 在评估中国自身的实力 尤其是跟中美的实力校长 他跟美国的国力比起来 究竟中国的实力 在未来10年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对 那当然就是说 认为习近平 他对于中国自身的实力 包括解决他国内各种问题的能力 跟美国实力的校长 他觉得中国一定崛起 一个很有自信的习近平 他可能就不会那么急于解决 台湾问题 因为他会认为说 美国有一天 他们的论述是说 习近平认为美国的衰弱 是一个注定的过程 美国是一定衰弱 中国一定崛起 所以台湾的安全最大保障 是美国 那当美国衰弱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台湾自己就会体认到这个事实 自己会走向谈判桌 跟我来谈统一 这是一种论述 就是说 他对习近平 对中国自身的实力 非常的有自信 那另外一种的答案就是说 他现在对于中国的实力很焦虑 一个就是说 他国内问题实在太多 经济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 新疆的问题 还有他自己经济的问题 债务的问题 人口萎缩的问题 一大堆问题 还有环境问题 要去解决 他怎么会有时间去 处理台湾问题 但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 他体认到 我的实力 现在虽然是还在 好像还在崛起 但是已经到一定程度了 以后可能会衰退 那所以我就要在 趁我还有实力的时候 在美国跟台湾 在军事上 可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我就要在未来时年 赶快动手 不然我以后没有机会了 那加上台湾 因为我们从民意调查 可以看到是说 越来越多台湾人 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让他会觉得好像 统一的希望 越来越渺茫 所以他想要再趁这个 十年的机会之窗 赶快动手 所以这个完全取决于 就是说习近平 他怎么样去评估 自己中国自身的实力 那就是有这种 两种不同的看法 而且现在对于 中国的政经局势 其实因为清零政策的关系 你也可以看到 有所谓的抗议行动 就在北京发生 这是在以前 从来没看过的景象 这个对于 您所观察到的 人民的心 会不会有所浮动呢 这个当然就是在过去两年 中国这么坚实动态清零 我们可以在 各式各样的社交平台上 有各种不同的消息 包括有在大陆工作台湾朋友 他们形容在一整栋大楼 要被封的当下 他们是怎么逃出那栋大楼 你可以看到说 中国人没有感觉嘛 就是说一定会有 但是很多专家 就一派的专家认为 就是习近平对于中国的掌控 他对整个党的掌控 整个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的掌控 是非常非常稳固的 虽然出现零星的抗议 虽然还是 一定会有人不满习近平 但是他的权力 是非常牢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会比较有自信 比较不会那么焦虑 那一个有自信 比较没有那么焦虑 对未来比较 看到比较是希望面的习近平 他就不会那么急于去解决台湾问题 但是反过来 他可能就会 希望趁得 还有实力的时候动手 是 而且这时候就会有人告诉你说 或许他也急于为自己的历史定位 赶快落下记录 那刚刚特别说到了中国的问题 包括了美国 其实美国现在的经济衰退 是相当明显的 那拜登总统其实也有说 就是从一个 有稍微衰退 经济面 那真的只是稍微吗 但是对于台湾的我们 对于中国 对于美国的局势 其实都有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在2023年 实际上美国好了 美国在今年11月中 要举办一个选举 那对于美国的局势 其实也是拜登总统的 算是其中考 但是在2024年 不单单是台湾要选总统 美国也要选总统 所以2023是个稳健的一年吗 还是说 可能会是有些 些微表现 不管是对于美国 或者是中国 绝对不可能是稳靠的一年吧 因为它真的会有很多的 很多 刚刚已经提过了非常多 灰犀牛吧 已经光是有什么新的 黑天鹅出现就不知道 但灰犀牛已经够多了 anyway 不过看 无论是看中国或美国 或者是中美之间的 这样子的这种竞赛 实际上我觉得 美中两强的斗狠 或者斗勇 这是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个情况 对吧 刚刚提到 还真的不是我们台湾人 可以控制的 身为小国 怎么样躲在巨人的身边 别被他们彼此互夯的巨垂打倒 我觉得才是生存的 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而且呢 我觉得比较让人担心的是说 今年今天 国家领导人 事实上已经越来越被情绪影响 不光是 刚刚也提到习近平的事 不光是极权的共产国家领导人 像普丁啦 习近平也是其中之一 或者北韩金正恩 都在做一些以往 外交上不常常见的一些选择 他们还不光是玩手段 他不光是玩这个 什么国际 什么的这种事情 更是真心的相信 要用极端控制的手法 来治理他们的国家 和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来交往 这件事情 刚刚在讲清零这件事情上 已经很明显了 这真的是东当的根源啊 我自己觉得这种极端的一些看法 那反过来看好 那民主国家领导人 也不遑多让 最近欧洲纷纷选上了一些 极右极左的领袖们 英国的首相Trust 或者是意大利的 他叫梅洛尼 都是右派的女强人 当然还有一个 法国还有另外一个 等着要上位的Le Pen 那极端派的出现呢 就代表他对于包容 跟自由的不耐烦 那此外呢 美国民主的对立 和不包容 和他的激烈程度 跟欧洲也不相上下吧 那要谈亚洲的国家领导人的话 就不被极端群众绑架的 又有几个呢 真的真的蛮多 这些领导人 若是碰上了 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很糟的 所谓的完美风暴的前景 就是经济上有个完美风暴 他真的是蛮让人焦虑 好 要不然我很快的来讲一下 所谓经济上完美风暴 这件事情 所有的专家 就像刚刚显临一开场讲了 所有的专家 在预测2023年 全球经济的时候都会说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 历史性大崩盘的 完美风暴当中 那以往的系统风暴里面 无论是1997年的 亚洲经济风暴 金融风暴 或者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 都是在单一产业 或者是少数国家出问题 导致的一个系统性的 一个风暴 但是现在 我们既有通膨 刚刚已经讲了 又有战争 还有能源危机 还有债务危机 英国最近碰到的一些问题 还有半导体大战 引起的供应链危机 这么多灰犀牛 你刚刚讲了 灰犀牛都逼在我们眼前 难怪近半年来 我大概听过 是我听过最多人要说 你知道全球经济 大崩盘的时间就快到了 而系统性危机的意思呢 是说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置身事外 所有人都会被联动 来受到影响 所以在这个时候 若是缺乏理性的领导人 就像我前面讲那些 就是很激动的人 缺乏理性的领导 大家应该知道 会发生什么 更高层级的灾难了吧 我不觉得 就是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论是明年也好 甚至于刚刚有讲过 别的年份了 不觉得任何时候 谁会挺谁 因为大家都 现在都是被拴在 一根绳子上面的炸盲 但是这是最近 非常多的媒体 从华尔街日报 到金融时报 甚至于经济学院等等 和很多当然国内的 就是台湾的 媒体的一个论调 但是这个完美的风暴 一定会发生吗 一定会发生吗 我就觉得 听下来还是在这个时刻 就是总是希望 换一个角度 来想想这些事情 就是对 听起来所有人都觉得 真的不行了 不好 然后说实在 我自己想起来 觉得挺新处的 然后我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想 我就跟总编辑 天耀达总编辑 陈一三 我在聊这个完美风暴的时候 我很感谢他 get到天下的价值 他就推荐我 赶紧看一下这一本 刚刚讲的那本 新出版的杂志里面 天下杂志推出了一篇新的分析 那是经济学者出身的 丁宇嘉写的 这位金融界的老将 从去年初 就开始不断地预警 一场完美的风暴即将来临了 他反正一直在喊这个 但是这个时候 他却又提出了 他观察到不必对全球经济太悲观的四个理由 哪四个值得乐观理由 我就先不透露 请大家赶快买一本天下杂志来参窮 但是呢 我延续我自己在天下40年来 看过这么多次经济危机的一个信念 我愿意先买单他的正面能量 这当然不是说 我就不要做准备了 只是报纸天下杂志积极前瞻 放眼天下的核心价值 我会像以往我见证过的台湾企业家们 去学习 学习什么呢 扎扎实实地做好我自己和组织里面的基础工作 来共同追求我们面对未来的最好机会 OK 未来的最好的机会 书人主编你有看到吗 机会 我觉得有危机就是会有机会啦 因为危机大家其实也常讲 那个字 那个字 负贵显中求 字就是危跟记嘛 危后面就是记了 就是看你能不能看到那个记在哪里 那我刚刚其实也稍微补充一下 刚刚其实迎春也有提到就是说 现在很多国家选出一些极端领导人 对 就让我们回想起美国前总统川普 那这个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黑天鹅 对 那这个也是我想要补充 就是说我们在未来观察美国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美国内政 其实很多人在观察美国的时候 会忽略到他们内政问题 因为外交永远是内政的延伸 他们外交的行为 不管是政治的外交 或者说经贸的外交 都是反映他们国内的政治现实 那美国现在正在处在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跟社会对立 两个阵营 彼此就是政党恶斗 甚至到了影响到他们未来选举的 是不是一个公正的选举 那现在共和党有大概超过一半的共和党人觉得 拜登这个总统是没有正当性的 到今天还有人这样认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势必会影响到他们政策的稳定性 对 那我觉得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TPP这件事情 在欧巴马政府的时候 好不容易拉着一群亚洲国家弹成TPP 川普上来说退出就退出 那日本那个时候真的是亲和一看 对 那我想说对台湾的政策也是一样 但是虽然是这样讲 大家都说 其实对台湾挺台是美国有两党共识的 抗中其实也有两党共识 但是这个变成就是说 我们也要关注美国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说现在美国的抗中氛围是非常非常的浓 而且只会更浓 不会消退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这么抗中 做出了很多政策 就不见得是为台湾有利的 就是也许有些地方是好的 那有些地方可能是不利 那最明显的就是它晶片法案 然后限制美国的半导体出口到中国 那这个包括了 只要含有美国技术的半导体产品 就不能出口到中国 所以包括了很多台积电台湾半导体制造的产品 那最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它进一步限制了14奈米的半导体产品 你不能卖到中国去 所以就打到了台湾 不包括美国半导体业者跟台湾半导体业者 我们看到台积电的股票最近一直在跌 就是这个原因 对 那我觉得这两点是我们未来在观察美国 需要很注意的地方 OK 谢谢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 他们两个象征我们在旁边 被他的锤子一缸子扫到那种 所以这个还是可以持续来观察 但是身为小国有时候我们还是要 必须要有自知的现实 这个是难免我们必须要学会的 因为我们一直在夹缝当中求生存 接下来我们这个想要特别来聊聊 除了总体经济或者是美中台关系 我们来讨谈现在大家很热门的能源的议题 其实在过去一年 不管是旱灾或者是水灾 甚至是缺点 这是民众朋友很有感的 那在我们也看到就是上一期的天下杂志 有特别提及到了一个就是反核到反核 另外一个反是重归重新拥有核 会震到台湾吗 那当中里面特别提及到的是德国的案例 那不晓得对于能源的问题 树林主编有没有多做琢磨 是 那我想我就就我所知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现在台湾会有缺点的疑虑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的能源转型政策 那几年前就是我们的政府提出了一个很有 汽图性的能源转型政策 就是在2025年再生能源要从现在的6% 占总发电量6% 大举提高到20% 那天然气的发电量占比 要从现在的大概三分之一提高到一半 这是一个非常有汽图性的目标 我觉得有汽图性很好 我们一天常常在羡慕说 中国的领导人都会提出很有汽图性的目标 为什么台湾不行 但是就是说你在想要达成这个 你很有汽图性的目标之后 你有沒有经过仔细的评估 你有沒有是不是现实的问题 可能会造成你中间造成一些问题 然后以至于无法达成 那我觉得现在我们比较可以见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样转型的过程中 我们要快速的淘汰燃煤发电 转换成天然气发电 跟再生能源发电的过程 那个衔接现在好像比较有一点问题 对 特别是在现在新的能源危机的状况之下 更难调 所以大家就会出现很多声音在讨论 是不是你要检讨一下说 一定是要2025 OK对那个时辰来说 大家其实并不是很介意说一定要 2025一定要达到 我相信台湾人觉得说 你只要能够达到那个时间点 好像不见得一定要定得那么死 这是可以有讨论的空间 是因为我想看了那一期杂志 其实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因为在我们很多的法令的 或者是一些专案的进行当中 我们都是参考欧洲的案例 但其实在高电价在疫情之后 欧洲的电进入到了黑暗期 所以让民众朋友相当的有感 特别是当你电价提升成三倍的时候 直接投射就是在人民的荷包 加上现在通膨升息的关系 所以我们台湾的步调到底会怎么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放 大家可以讨论的空间跟态度 那目前我们其实已知道 就是台湾的国际能源价格的亏损 是由中油跟台电来吸收 那工业用电的大户 的确他们有进行了调账 在今年的七月份 可是未来对于民生幼电会怎么走 这个当然我们就要持续的 小老百姓要来注意了 事实上就是 真的是一个不好的时间点 意思是说若是现在调电 事实上关于调电 电价这件事情 天下写过好几次封面故事 都这样说 我们事实上是觉得 要让这个价格可以更合理的反映 这个社会成本吧 对不对 特别是环境这件事 只是若是是明年的话 它又会 除了就是天然气啊 或什么这些东西 本身的成本上涨之外 实际上我觉得最大影响 是人民的生活吧 若是明年开始来谈 调价这件事情 因为除非政府 真的是把两边 就是企业用电 跟民间用电 做了一个更清楚的一个区隔 就是怎么样不让 人民的生活成本增加 因为这个是 明年应该要面对的 挺大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让大家生活成本 不要再增加 这是此刻的重点 对 因为特别是乌尔战争 还看不到的进口 包括了 我觉得粮食 能源 贵金属 这些重要的资源 所以现在民生物资 只要是你要进口的 都一直在往上涨 所以当你如果 店家要调升的时候 人民可能会 又一点压力 但为什么有时候 要用价格的手段 这个是一个不得不 因为这是最直接 有感的方式 那在今天的我们 2023关键字 现在就要邀请两位 来贡献 你们最有感觉的字词 你觉得可以代表 2023年的 谁要先来 树仁主编 好啊 那我就来先提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提的关键字 可能就是地缘政治 对 对啊 真的也是我自己的专长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字 是因为我记得在过去 在过去10年 大家在讲全球化的时候 就是经济寡帅 就要谈什么地缘政治 什么国家安全 就是说全球化 大家世界各国和平相处 谈经济 谈赚钱 我们要把生产基地 放到最便宜的地方 对 大家可以赚更多的钱 可是呢 没想到 就在这两三年 突然整个局势翻转了 那地缘政治又回到大家眼前 那我一个 个人最有感就说 像我们的编辑部里面 跑科技业的记者 突然他们要开始恶补 什么叫做地缘政治 大家可能 做这个工作之后 从来没想到 我跑科技业 我管什么地缘政治 可是现在他不得不管 供应链重组了 对 供应链重组 就是说过去企业 他在供应链布局的时候 他只要管比较利益 就是说我只要把生产基地 放在我觉得可以创造 最大效率跟利润的地方 我只要想好这个就好 可是他现在必须要 考虑到各国的国家安全考量 变成他一定要考虑到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地缘政治又回到 我们这个大家的眼前 是一个一个蛮关键的转变 OK 地缘政治 大家特别来留意 银沉总是这样 实际上讲关键字 除了是描述那个状态之外 对我来说 又是我要 你又是出这个题目 让我来来答题的话 我会更是在想说 我要怎么 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年份 或者这样的一个情境 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这个 就是说 我刚刚说的 就是很像树仁刚刚说的 要做准备 上第一步 就是你要认清事实 现实是什么 对不对 你得先 第一个是说 到底现在什么状况 然后那我得先学 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眼前的状况 是大型所有风暴 所有的那个条件 都在快步的成型当中 像我们刚刚提的 所有这些事情 我相信 我和很多台湾企业界的 企业的负责人 都一样 我们都准备要面对一个 更不稳定一个 一个 一有风吹草动 就是需要调整自己 或者是组织策略 Portfolio的一个 动荡的一年吧 所以呢 然后随着边境的开放 说实在 应该还会有更多 我们料想不到的新的 什么天鹅吧 不然它是什么天鹅 对 那 就像金融时报 那个资深评论家 Martin Wolf 他就说 他说近年来 我扣他 近年来 我的动荡 不是由我们熟悉的 经济力量导致的 不是 不是经济力量 是我们前面刚刚提到的 没想过的 疫病 或者是战争 这些事情引起 OK 所以他认为 经济下行的风险 还是会在 但是呢 这位总体 总经观察的 一个资深老将 他也说 我们不应该 让紧急事件 阻碍我们在 重要事件上的 行动和共识 end of quote 所以 要问我对 2023年 有什么样 我想提出的观念 当然不能放弃 动荡这个词吧 因为就是 它就是那个状态了 就是现实是这个 但是呢 要用天下精神 来选一个 大家都值得 记住的 一个关键词的话 我会更希望 选安全这个词 这个词 安全 安全 OK 面对动荡 不论是个人 或者组织 应该都是 为了要 就是 面对 我现在谈 就是我要怎么样 面对这个局 就是应该是 追求安全吧 什么安全呢 投资选择上的安全 要注重风险嘛 对不对 你的portfolio 是什么东西 组织变革上的安全 因为通膨的压力 有更多人的生活 都会受到影响 不是吗 我们如果在策略上面 做一些 什么组织上面的改变 你要 减人或增人 都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负担 前进策略上面的安全 因为不被巨浪吞灭 是我们对身边人的人 最起码的责任 我话讲到这里了 就是真的 我们是负有这样的责任 不要让我们被吞灭 不论是什么东西吞灭 OK 所以呢 在策略上面 要想着安全 选择上面要想着安全 所以 若是要 要end今天的话题的话 就除了祷告 我祝福我身边所有的人 都能够心怀安全 这两个字 像兔子一样 谨慎 而且机敏的 度过充满凶险的 2023 为什么像兔子呢 因为明年兔年 非常完美的连结 我相信大家印象深刻 面对动荡 风浪之下 我们如何乘浪 破风而行 希望在今天的开行呢 这是我们2023 关键字的开门节目 也请大家持续的锁定 非常谢谢两位语谈人 谢谢影侦董事长 也谢谢树仁主编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